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今天要帶小朋友去 厚里的那個PUSH BIKE 那邊租借 護具跟頭盔好像都要100塊 但是 之前有去那個像迪卡農 護具啊 頭盔太多人用過都會有焊抽 所以詹姆斯趕快 找了一下 就是之前的 之前的詹姆斯 自行車 買來就放著一直都沒有 打開現在找到剛好給小朋友 當 頭盔的護具使用 這是在 好市多 買的所以來開箱一下 標籤都還沒拿掉 應該有 買了應該有一兩年了吧 蠻久的 看一下 還好它沒有像一些什麼 環保材質 一些都糊了 都還好好的 OK 好這一個應該是 貝爾牌嗎 Logo在這邊 也沒有掀起來 不錯 好 這邊有商品檢驗標籤 好 Costco的標籤 它的貨號 487796 應該蠻久以前的 好 帶起來的樣子 想說找到了就來 補個開箱吧 雖然是很久以前買的 現在 現在好像 最近去看好像還是有賣 這種自行車帽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這一款而已 這是貝爾的 好 這邊有FITS 大概53到60公分的頭尾 它後面可調 所以它是53到60 大概7公分的 大手臂 好 這邊有一個 Spin Action Fit 就是可以旋鈕 可以調整它的鬆緊 好 那裡面是類似那種 保麗龍的材質 好 看一下 自行車安全 帽 然後53到60公分 重量340克 製造 年月 所以是 一二年 十月 到現在 應該放不止 包幾年喔 但看起來材質都沒有Hookie 沒有老化 沒有立化 還不錯 好 那這邊有一些 有些標籤 英文的標籤 好 這邊 是像電子一樣 它比較有彈性 不會直接接觸到這個硬硬的保麗龍 好 那這邊是扣環 部分 扣環 好 這邊有一個 印一個貝喔 它是可以調的 上 下可以調 以上一下 這邊呢 也是一樣 上下可以調的喔 以上一下 好 那這邊調長短就從這邊調 好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直接扣起來 這樣子 打開 扣起來 打開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牌的 好 然後 旋轉調整 這邊呢 我們來轉一下 看到嗎 這樣子 它就會縮小 從間這個內圈這邊 可以把它打 會變大 好 縮小 我現在是把它調到最緊 最小的部分 旁邊的空隙就跑出來了 變得比較小 把它弄大 這個是可調整式的 好 那因為要Push Bike 這個前面這一個 就可以 把它給拔掉 它這個是可以 可拆式的 不需要這一個 因為這個頭盔呢 我記得它時候買 好像600 600多還是700 那你去那邊租 租一個人家用過的頭盔 可能就要100塊 會臭臭的 夏天如果用過的話 那個漢都會擠在上面 會有漢抽味 這個個人用品還是自己帶去比較好 好 看一下這個 這邊 把它剪開囉 安全頭盔應該是說明書吧 先來講一下 它這邊扣環的部分在這邊喔 前面這一個 應該是 導風罩嗎還是什麼 它是扣在這邊 它只有兩個 兩個點而已 這邊 好 看到 這邊有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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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把它拔下來 也可以把它裝上去 那今天是PUSHBike PUSHBike就不 不用了 好 這邊大概兩指 把它寫出來 比眼鏡 兩指 然後耳朵要露出來 不要讓這個 跑到耳朵上面去 然後 這個 扣環要在下巴這邊 這邊 這邊可以裝回去好了 這邊可以裝回去好了 所以買一點自行車來當作 平常的護具帽 也不錯 所以我去 留直排輪 是 PUSHBike 看起來蠻流線型的 好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下次見囉 掰掰 我是讚姆士 下次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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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來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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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